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大概一個星期之前 香港的首席建制作家 屈大作家 很多人說為何要抬舉他的屈大作家呢 我的觀眾聽眾可否有幽默感呢 好嗎 即是港幣大作家不是一定是抬舉的 是吧 你覺得是甚麼就是甚麼 寫了一篇文 叫做 推出一個新的退休金的改革法案 將退休的年齡提高 他的說法就是 根據憲法第49條第3款 政府無需國會 投票同意下都可以通過法案的 乾脆利落 剪補 對比於香港當時 還有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的時候 那種拉布的情況 他說這些不是第一次的了 用了八 八次 平均每一年 是用超過一次的了 然後就說英國 就說這個 根據英國最新的法律 有關於網絡安全法 就是要將你WhatsApp的內容 隨時一定要刪除 我也不知道怎樣刪除 要不然就要發 第三就是講講連尼嘉 我在上一條片都逐一去駁斥過他的了 連尼嘉這個文章 就是出了街之前 出街之前 連尼嘉已經宣佈會復職了 現在就如常地主持 Match of the Day 然後就有關於 這個新的網絡安全法 就是在國會那裡 在討論 還沒過 不過反對聲音是非常之大 至於法國這個強行展報 將不退休的年齡提高這件事 都不用我了 不用我講了 法國人民 就非常之清脆利落地 在屈大作家的面上 響了幾下的耳光 因為我也講過 法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他的總統 和他的國會都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 如果他的做法繞過國會這個民意機構 他自己 如果也是 和民意相衝突的時候 他會有嚴重的後果 最嚴重的後果當然就是 再選的時候 選不到他 他要下台 他可能恃住 他自己 仍然 目前來說 好像民望 或者是 都挺舊的 所以他就做了這件事 誰知 很快 這些就叫做食豬紅 什麼什麼 很快就出現 非常大的反響 這幾天 這幾天 連續都整個禮拜 整個禮拜 就有這個 反對 強推退休金改革 全國 出現大規模的示威 350萬人上街 然後就 不單止 出現這個 暴力衝突 即是 真的出現一個暴動 的情況 上街的就有年輕人 也有長者 其中一個長者72歲 接受這個媒體訪明的時候 他的說法是這樣的 他說 受救了一個以為自己的路易十六 他越聆聽以為自己 只有自己才知道什麼是對國家好的 總統 其實他是皇帝 我們有個無能的總統 但最少他們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聽民意 應該讓步 有些是比較年輕的 所謂比較年輕的 都不小了 四十幾歲 總統的做法是專制的 馬克龍 是怕民主害怕 輸了表決 所以他繞過國會 我說一定是有面對嚴重的後果 我們要命運自主 你說法蘭西 即是法國是共和國 總統是總統不是皇帝 他要聽民意 星期四的時候 就連續幾天了 星期四的時候 就有大型的示威 總共加密 全國有350萬人上街 只是巴黎也有80萬人 接下來就出現這個暴動 也有搶掠 內政部說 最少拘捕了172個 這個所謂的改革 就是將這個退休年齡 強行 調到64歲 於是有很多工會 包括教師、航空、鐵路、能源 都宣佈罷工 說在巴黎有80萬人參加 例牌的警方的說法 大概是12萬人左右 好 結果 這些人上街之後 有人說是被那些 有暴力傾向的示威者騎劫了 就有搶掠 於是就放催淚彈 和閃光彈 四處都出現這個 火光 那麼 有示威者就舉著馬克龍 上段投台的法國末代君主 法德大革命的時候 路易十六 結合的畫像 就說他是藐視民意 你以為他自己是路易十六 是不是 以為只是他自己才知道 什麼對國家好 他說有些很無能的總統 但是無能也好 他就要聽民意 我們的總統這個馬克龍 就好像來自另一個星球 那樣 很多人都用這個比喻的 可能就見到那些 台主 露易十六和馬克龍 結合的一個畫像 就想起皇帝 總統不是皇帝 他應該聽民意 有些人就三十幾歲了 他還沒到這個退休年齡 他第一次上街 他說 我自己對退休金 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大意見的 退休金方案 但是當民主受到威脅的時候 就要參加遊行 當這個遊行 變成這個暴力衝突的時候 在 巴黎的警方 就要用這個 武力來鎮壓 跟香港好似的 就用這個 吹雷彈 等等這些 武器 也都有這個 閃光彈 同時也有水泡車 內政部長說 有149個警員是受傷的 全國是拘捕了 直到昨晚的 10點 拘捕了172人 也有說 極左的團體 試圖去拖瓜 這個法國 也有人說 警察用過份的暴力 也有人指控 那群人 阻力的團體 企圖殺警 所以大家就 自信自話 馬克龍就說 他拒絕 就上條退休年齡 讓步 措施是符合國家利益 法案在年底生效 承認未向公共有充分解說改革的必要性 他同時拒絕解散國會 重組內閣或者撤換 這個 勞工的 有關的負責人 大家記得 法國曾經 有很長時間 這個黃背心運動 如果我理解 記憶沒錯 就跟這個石油 價格 是有關的 這次又再來第二批 第二批 第二批 將退休年齡由62歲 提高到64歲 要做滿43年 才獲得 全額的退休金 反對這個退休金改革的受方者 比率高達70% 馬克龍的支持度也跌破30% 就是黃背心示威之後最低 現在英國的國王 查理斯三世會在星期日會去法國訪問 預料也可能會引起很大的示威 可能會被包圍也不一定 說法國是關我們什麼事呢 我一開始就說了 因為我們香港那一筆大作家 在建制裏面的 第一支劍筆 認了第二都沒有人敢認第一的了 他 用這個 大內宣的方法 通常大內宣的方法就是這樣的 就是 烏賊主義 即是麥語 就是說你夠壞了 我們只是我們壞嗎 你也很壞 為什麼只是說我們壞 你發覺 大佬你繞過國會 就去強行通過一些法例 展報 憲法原來是容許的 是吧 用過幾十次的 每年是用超過一次的 發覺可以 發覺一個民主國家 總統也是直選 國會議員也是直選 他都這樣做了 我們香港展報有什麼問題 我都說過 他一定會面對後果 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現在是幾百萬人上街示威 但是一點很重要的 他繞過這個國會 國會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的機構 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國會議員 但是這個法案 是很明顯 根據調查 百分之七十人是反對 是不得人心的 我 對於這個上條的這個退休金 我沒有什麼大的意見 退休的年齡 因為 第一個就不是很掌握到 例如 可能就是 法國政府 想 不要那麼早 發放這個 退休的 金額 於是 年齡上條 兩年說 很厲害 已經 減少了很多 支付退休金的人數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財政的原因 但是 這個是跟人民的利益是相違背的 百分之七十的人反對 所以國會議員 一直拖你 是不是 一直拖 原因就是 他們都要聽民意的 如果他們都 舉手贊成通過的話 那你真的不用再做了 法國總統 法國總統這個政黨也要聽民意的 如果他們要 強行通過的話 一定是會引起很大的反彈 不單止 他的後果是會很嚴重的 延續到 跟著的選舉 你是會輸硬的 你的政治前途 是會完全 盡毀的 會撞送了你的政治前途 這個不是值得 不是值得去 表揚 不是值得去慶幸 或者不是值得去揚揚自得的東西 為什麼他這樣做 當然 馬克龍有自己的盤算 結果 就出現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 法國人 上街的幾百萬人 一人割一巴掌都死得了 350萬人 上街就好像一巴掌掛在這個屈大作架上 我就覺得好心距 做一下research 然後才說這些 你不要急不及待 去講這些例子 蓮尼加的例子 英國的新的網絡 自由法案的例子 還是法國這個例子 你講完之後 你是很快 立竿見影地 告訴你的讀者 但他的讀者多數是藍絲 我就是 厭惡性工作 告訴大家 他寫過什麼 我覺得值得說的 別浪費時間說他 值得說的 因為 因為他寫一些 我認為這麼白癡的東西 他能夠騙到一些藍絲 香港的藍絲真的很白癡 因為香港的藍絲可能真的不看其他東西 當然不會看我 可能真的不會做一個對比 不會做一個fact check 究竟英國發生了什麼事 法國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所謂退休金的年齡 退休年齡提高 提高的意義是什麼 會影響有多大 然後就 蓮尼加的事件是 什麼事件自由 英國的自由網絡法案 網絡自由法案 什麼事件 他們的藍絲是不看的 很多人不懂字 老老實實 那就信了 法國也是這樣 英國也是這樣 有什麼言論自由 在西方國家 中國大外宣 中國外交部的 說法 我覺得是很淪落的 因為香港 我認為今天 跟大陸也有少許距離 雖然越來越近 他們是什麼呢 香港還是 在資訊的流通上面 網絡的自由上面 我們有掌握一定程度 的自主 和自由 我們可以上網看到很多東西 在香港仍然 除了某些的網站 被封了之外 大家都看到 例如 現在那個事件 是很清楚的 已經是 不停地有發展的 如果聽我的節目 就知道了 我說了幾次 為什麼他都可以 寫一篇 這樣的東西 說段 這樣的東西 在YouTube上有 可以來誤導大宗呢 是吧 幸好 人家發覺真的享有自由 你現在看看 華爾隆可以怎麼應對 350萬人上街 然後 其實已經低低地習慣了 我解說得不清楚 不過一定是年底推行的 我不知道 就是這樣做法 如果那個民意是 這樣一面倒的 你口硬說年底推行 你越口硬 越拖得久 你就會跌得越慘 如果你要最後 要跪的話 你可能有膝樓的 更加痛 我看一下 一個民主國家 最後是不是可以一意孤行 黃貝新運動 有些分別 因為他們的做法 太過激進 是不得人心 影響也不是說 那麼多人那麼深遠 但是這次退休年齡 的提高 其實影響是很深遠的 對於很多 受僱的 在職場裏面 熬了幾十年 很不容易 等到退休 可以拿到退休的感 你又要我再退兩年 我肯定是不是 我相信馬一龍 有機會最後 這個改革要再改革 然後才推出來 可能會作出一定程度 讓步也不一定 這節就講到這裡了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 心直口快的channel 一大作家有什麼大作呢 小弟都會不厭其煩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無限一位 多謝了 兩個人 同時 內容 軸 有 兩位 橫 富翰 大作家 風 交換 雲 雲 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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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